军师联盟司马懿完胜曹操 不料后代子孙都短命 最终让司马家族一统三国 有司马懿的手笔 曹操人丁可谓新王 一共有二十五个儿子 人才出众也是占了大多部分 如曹丕 曹直 曹冲 曹张等等 皆为才华经验之人 孙子曹为了能力也是无需质疑的 后人如此杰出 却有一个短板 寿命不成 曹操最宠爱的儿子曹冲十三岁 就被人害死了 可惜了他那卓越的智慧 此外 儿子曹张三十五岁 遭人毒害 曹批能力出众 做了开国皇帝 过于操劳 享年仅三十九岁就是缺 曹直七不诗流传千古 也只是活到了四十一岁 可惜 相对司马懿 曹操的子孙们都是其的儿子 子孙被 子孙被都没有他长寿 并且 司马懿的后人也是人 才背出 他们的优势是曹操所渡记的 就是寿命齐长 司马懿也是享年七十二高龄 行这一点 无人能熬得过他了